今天天氣蠻冷的 到溫度超高 智利的時序進入冬天 立馬切試 唯一的公立老人醫院欠缺後醫 志工是專程送來 醫院的復健設備完善 但大多是無家可歸的長者 缺乏家人照顧 護理師多次參加慈濟的發放活動 主動向志工提出他們的需求 除了老人家 孩子們也收到了他們期盼的禮物 8月8號是當地的兒童節 除了製作小點心 也準備了好吃的食物 要送給貧困家庭的學生 一個小小櫃子 給孩子們 有困難的家庭 包括乳酪 乳酪 植物 乳酪 公立幼稚園的孩子也收到了這份祝福 在屬於他們的節日裡 看到過往熟悉的笑容 一掃疫情帶來的陰霾 當然新聞真正美之工廖清酒 吳慧蘭 智利報道 除了